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真美频道 首先我今天建议你去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就是找一个营养师 用5分钟时间和他谈谈减肥计划 看看他可不可以完全不提及卡路里这个字 又或者是不提及减少卡路里的饮食 我敢输到就是说你5分钟之内必然会听到这些概念 现在几乎所有的健康餐或者是减肥计划 它的基础都是计算卡路里的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计算卡路里减肥最终是失败的话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 鉴于我们现代综合症 即是糖尿病 心血管病 或者是中风 这些死亡人数 是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计算卡路里的理论 叫人去减肥 可能就是营养学上 一个很大的失败 因为那些人没有真正了解到 导致肥胖的原因 也没有认真掌握到 体重增加背后的生理学上的理论 所以以卡路里减肥的饮食 最终是会导致 如果你停止了 体重又会回头 我会在首后的视频 讲下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去减肥 以及背后生理学上的那些依据 我会在首后的视频 营养师会告诉你 体重脂肪的增加 就是因为卡路里的输入 是减去卡路里的输出 是多了的 换言之能量多了 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储存 用另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你吃得太多 你就会肥胖 又或者说你运动不够 你都会肥胖 根据营养师向你的建议 就会说 如果你每日减少 500卡路里的热量摄取 等于每周减少 3500卡路里的热量 假如1磅脂肪 是大约等于3500卡路里的话 你每周就可以减少1磅脂肪 如果我当你目前的体重是200磅 根据他建议的饮食计划 你一年之内减52磅 两年你就会减少1半的体重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还有其他的问题 吃得多余的热量 会令你肥胖 为什么你会吃多了热量 如果减肥 减少卡路里 减少卡路里 为什么你不可以长时间 吃少500卡路里的食物呢 身体是需要用到能量 来做一些消化吸收 或者分配你所吃的食物之中的营养 过程之中 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消耗相同的能量 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卡路里都是平等的 举例来说 就是同样进食1000卡路里的蛋白质 和1000卡路里的淀粉质 你身体会用更加多的能量 或者是用更加多的卡路里去消化蛋白质 食物的饱腹的感觉也都大不同 所以你不难想象 就是有饱肚感的人 比起涉入了空的卡路里的人 是更加容易坚持到一个减肥的目标 还有就是我们所吃的营养 例如有些蛋白质和脂肪 它并不是全部用来做热量的 很多时候是用来做组织的修复 制造新的细胞 制造一些的荷尔蒙 或者制造一些我们的肌肉 现在就是说 卡路里减肥 这些地方怎样可以计得清楚呢? 这就是美丽的减肥童话 开始有些少少穿崩的地方 再看看做运动消耗能量的部分 某一些形式的运动 比如阻力的训练 即是resistant training 高强度的间接训练 就会要求在你做运动的时间 和之后的一段时间 是消耗很大量的能量的 还有就是我们每天 有一些非运动的活动 比如走行站站 比如坐车 又比如做家务 这些卡路里的数量 是极度个人化的 也都是无法计得清楚的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是会比那些坐在office的人 更加消耗多些的卡路里 那如何去计算卡路里呢? 如果有人建议你用 计卡路里去减肥健身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识别这个人 他是没有真正了解 导致肥胖的原因 也没有真正掌握到 令我们体重增加后面的原因 在生理学上面 在学义蒙上面 是有一些原因的 有一些人 一直都是人云逆云 也都不是每一个人的建议 是值得你去听和去试的 请留意我稍后的视频 是会讲解新一些减肥的方法 和它背后的生理学上面的依据 多谢你收看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意见 愿意分享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喜欢的话 请你按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祝君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